張新月探訪劏房戶發放正能量 張新月早前加入心靈雞湯兒童基金 擔任雞湯大使 近日他為職將舉行的 我手寫我家繪話比賽投入準備工作 除了找來海馬集團老闆梁佳瑞 贊助實用家品外 日前二人還親自到區 探訪居住劏房的基層戶 實地了解基層的生活 為他們送暖之餘同時發放正能量 你說這裡住了6年 以前小朋友小一點 但現在都開始長大了 其實現在你有沒有見到的房間 都不夠處理嗎 對 現在四個人在床 每個都十幾歲 上面有沒有位置呢 上面擺放了 OK 香港居住的環境真是 個個都很小 都很責任 因為小朋友大大欠 真的不夠處理 對 我家裡沒有拿中央的 所以其實都是靠先生一個因 對 你沒有拿 為甚麼不拿呢 因為 因為都是有小朋友 不想學校的圖書 學校不想? 不想學校知道 是很特別的 是很特別的 小朋友做什麼呢? 我經常做裝修的衣服 哦 你知不知道大學先生找多少個月呢? 都123元 現在就很困難 很慢 其實已經高了 123元 本來的感覺好像甚麼? 但你一家人嘛 你扣完四千五元租 即每個月只有六七千元 你還要有時病去看醫生 或者很多濕碎的東西 學校的書保費 連那些書保費都完全不可以 他有全日之助 但其實很多活動員少參加 那些部閘那些部閘歌